把那樣很精彩的 story 告訴你 所以人家會被你們感受 所以我剛才也可以聽到 請創辦人看到 讓我們就深深的體驗 把這個精彩的故事說出來 給我很多回憶都不會 好 我就不在介紹裡面的階段 請各位在讀你的內容 可以更了解 五個階段 簡單的把這個過程 用一個地理想當初的研發 設計思考 在你最關鍵的手法跟檔案 也是USD使用者為中心的五大設計 要實際上去觀察使用者 去體驗去了解之後 再來確認你有問題 去犯你真正的一些問題 限制條件是哪個情況之下 透過Navi激盪去集出新的靈感 再來輕易動損做模型 再來測試驗證 在這五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這五個動作當中不斷地去 一直拉 一直拉 繞到說你覺得最棒的那樣的一個 好的新的商品 新的東西做出來 最後 為可能潛在的使用者 消費者 所謂一段非常深厚的模型 這是設計思考很重要的精神 六大步驟 從一開始觀察到最後驗證 在那裡巡漫 巡漫出來 最後請你用最感動的故事 說給你 一定對不對 社會企業更許多 社會企業有點像文創 所以我們還會說故事 讓人家感受到 你的東西拿出來 人家沒有感受 欸這是我的責美貝 自己用 我只說責美貝 可是如果今天 像剛才這麼介紹 很精彩的一個故事 這個過程 只好被開發出來的過程 是那麼方便跟使用 攜帶解決 反正經濟解決 人類的困擾 行動的困擾 那個人可以感動很多人 可能 所以這個給大家 所以我可以提醒各位 社會企業更需要講 因為我會把阿尼的推薦 各位在設計商品的時候 設計商品請你 設計師法的說法 來幫助你 把你的產品設計得非常有魅力 魅力商品 那就是非常有價值 如果這個產品這麼好 你都會 所以我常常在 在科技技術上講說 借錢都要來拿 如果東西 你的科目是借錢 要拿你東西 我告訴你 你就發了 因為他知道 這本重點太好了 同樣的道理 這是他才會發到上面 就是這家ID Ideo這家公司設計的商品 這些過去的商品 這些過去的商品 你真的到過去的一些商品 給大家做個簡單來看一下 特別要介紹整個部分 給大家了解 剛才的投入別人說 哇 這家Ideo透過設計師法 去設計出來 各位看到了 前面這兩三張圖 都是東西 他幫新加坡機場設計 新加坡藏衣機場 這機場號稱 全球第一名的機場 讓所有世界的機場 服氣 因為做不出那麼好 所以我特別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機會到新加坡藏衣機場 請多留半天 去欣賞這家公司 整個的設計管理 就是使用設計師法 透過這家ID 也有這家公司設計 裡面有游泳池 請問你 你到外面的機場有游泳池 他知道 這麼多國際機場要半期 要在那邊Stay很久 又很緊張 又沒有 有時候這裡還有漁管 類似的被浪已經從死吧 那兩邊小睡 兩個小時都有人叫 整個機場 設計了完全以人物 因為人是誰 機場的旅客 定義得很清楚 不是一般普羅道的 很清楚 到這個地方來吧 機場旅客是誰 有什麼需求 有什麼特色 分析得很清楚 絕對是在那邊 頓很久去觀察 觀察 導力機到 導力機到 不斷去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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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聽到機場 所以有機會到運轉 機場就多留一點點時間 稍微欣賞 讓所有機場哭泣 成為一個第一名國際機場 就是用設計師 往設計師 完全是 所謂的機場 旅客的需求 去開放 去設計完成 成為一名國際機場 所以為什麼將來 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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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不光是 業科的來做 它其實機場其實就是 服務業 充滿到 服務出來很棒 這樣子 不光是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再加快 我再加十分鐘裡面 第四個單位 我會看到 創新產品的設計 從造型的技術 這是大家想說 我的造型很漂亮 我要找那個 所謂工業設計 設計很好 我的功能很強 可是我要特別強 請各位 把這一塊加起來 這個杯子到底帶來什麼樣的價值 讓環境更好 讓我們少看數目 讓人家的這個環保意識真的強 讓我們這樣的地球更好 所以特別強調 各位在設計你的社會企業產品的時候 千萬不要說 技術當然是 很重要的 可是要特別把這個 沒有說出來 這個代表的價值意義說清楚 傳達清楚給客戶 客戶會更感動 我常常提到 你看那個BASS的聲音 它其實比我們 日本的一型車子 其實成本差異不多 可是 它就把裡面的朋友 做BASS的感覺 那個比你又不一樣 它其實就是這一塊 所以 各位從今天開始 你的產品設計 請不要只改在二度空間 功能是一定要的 產品外套設計 是一定要的 更重要的是 請你把這個VALUE 把它再搶放 所以今天對不起 我可以提到米拉安提 真的對不對 這樣的概念 特別要把這個VALUE說清楚 傳達清楚 是因為環保 方便 地球保護 等等的概念把它搶放 當然一定有設計 一定有柔的材料 技術也要去摸 可是更重要的是 整理一下 所以請各位 設計產品 不是只有外觀 不是只有人的功能 更重要的 帶來的價值 是什麼 那個杯 所以我就會談到造型 高度的造型 高度的技術 高度的價值 高度的價值 這一塊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的人動性 做杯子功能 大概都可以很簡單 可是要更賦予 賦予它更高的價值 就是地球 還地球 就是我們這塊地球 乾淨的 整個生態 這樣的概念 所以對於大家來說 這樣一個要求 好 這裡比較細的部分 這個產品 設計其實面向的部分 包括這裡談到了 銅利 這個也談到設計思考裡面 一些關鍵點 這裡也談到商業的部分 也談到人 也談到技術面 也會談到現在了解客戶的需求 所以請各位 設計的才能夠不斷 不斷的問 客戶標示範 要不斷的問 客戶標示範 技術可行性 商業可行性 這三個面向 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再深入一點點 最近有一個另外一本書 談到所謂 Value Proportion的品牌 價值主張的設計 這個比較悬一點點 各位我想你都了解 你有一些社會企業 或者你自己本身在哪裡 社會企業 很多人 第一次介入到 什麼價值主張 或者比較磨目的 什麼叫價值主張 簡單的說 就是說 一家社會企業 不談數字 不談數字 成立這家社會企業的目的 是什麼 如果你說得清楚 你就是了解什麼 價值主張 不是營業額 不是你的人數 不是你多大 不是談一些數字面 談你這家公司 社會企業 成立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 你的什麼 價值主張 再來 你的這個價值 成立這家公司的目的 是什麼搞清楚之後 你才能把它設計好 你該用什麼 服務性的產業 或什麼硬體的產業 或者你的公司該怎麼建議 所有的社會企業的點點 都在這裡 你成立這家社會企業的目的是什麼 他很多很有熱情 高來社會企業的朋友 講說 不要忘記 如果你都沒有想清楚 你想成立什麼樣的社會企業 你不要很冒然的成立 因為你可能會承認二次的災害 各位仔細 你變成社會的負擔 你成立的社會企業 又要人家就住 你社會企業 有很多人要幫你 那你就造成二次的傷害 所以特別提醒各位 要想清楚 你想成立什麼樣的社會企業 你在社會企業的價值主張 那這是另外一個國外的故事 同樣的 同樣的 用設計思考去設計出很多的一些商品 像各位看到這個 嬰兒的保護一帶 各位知道 嬰兒的一般在醫院裡的保護一項是非常貴的 幾個美國的大學生 到這個國外去做這個海外的這個留學之後 看到這個 這個啦 米加拉巴爾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貴重的國家 非洲的國家 看到當地的人都買不起保護一項 這幾個學生回到他們學校之後 重新用很便宜的方式做一個類似這樣的保護一帶 還有很多這些都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好 時間的關係 我想很快的把 我剛才的應用 再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第一個單元 請我讓各位了解 你的公司想經營的是真正實體產品 還是虛擬的Service 服務便宜經營這兩項 第二項跟大家講 社會企業 有些人是從真正做產品 或者是所謂的服務到現在 或者是混合型的 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多服務 生態令 一家親 台灣的服務 各有不同的主張 他們是做產品或做服務 這樣的概念 那第三單元 請我跟大家分享 設計師 這是各位可以多多來善用這個手法 來幫助你 一樣的五大步驟 叫第六項 說一個改動的動作 這六項 最後一個單元提到 在經營設計思考 並做商品設計的一些關鍵點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幫助各位 以後在自己創辦 或自己在社會企業 在這個企業裡頭 真正去做產品設計時候 可以有很好的 掌握他們的關鍵點 幫助最後把產品設計成功 讓他們的喪失 給大家做這樣的參考 我的分享先到這個禮包 謝謝各位的免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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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時間的關係 是不是我們再請到這邊來 我們還有大概三多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跟所有今天到場的所有 這些好朋友一起來 看看各位有什麼問題 看你來請把椅子拿過來一下 坐下來 好 好 然後來 那個是感情嗎 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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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好 在各位一邊想問題的時候 可以接受訓練 這個機會跟創辦人一起來做這樣的互動 也順便就我想多了解 他自己創辦這家公司的一些想法 甚至一些文化的一些想想 多了解這個機會跟多多人一起 我會準備一點工程 對不起 我今天聽到你的背負責 那你HP出來了 HP 對 對 平衡公司現在的支援HR的副總 是HP 我以前是在聯牆的時候 聯牆的時候負責求是 負責求是 科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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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要好奇 因為這個BASE是一個要使用的部分 你怎麼來驗證這個產品 你設計是不是ok的 因為照這個很容易按規 所以這部分我也想多了解 你怎麼來責任這樣的一個 你的產品怎麼來驗證 或是它設計表示是ok的 它的驗證的部分有期的部分 一個就是說可用性 可用性的話在就是我剛剛講的話 你就是賣的起司 那其實在這裏面有一些過程稍微 我們應該講很細一點的意義 當初我生產出來一兩天的時候 我會去上面下載的時候 我就會做一樣的移車 就有點像我們把一個鐵線鐵絲 我們拼著的時候拼著的時候 把它折到斷圍的 過外線 但是那時候已經折到 我曾經有的杯子 我摺到手都快收進大概七八千次 但是問題是說 這個並不等於說它是有穩定 所以我以為坦白講就是 我們也有被到現在還是有 新的產品出來 那要包裝的時候 啪就可以破掉 所以它生產的那個參數 能不能維持穩定 可能沒有人在持續 那我剛剛講的是 講到就是說它可用性的部分 先確定它是可以真 那安全性的部分 沒有問題 因為它本身就是市民安全 但是我們也要去有一個公正 所以我們也送去SGS 那送去的時候 我們才想說 我順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各位有看到 什麼產品講SGS檢驗可可的話 不要就接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去了才知道 他說你這個要做什麼用的 你要是你哪個國家的規範 因為每個國家的規範都一樣 但最主要一點就是說 你如果剛才講說 我這個是裝成水能力的 它給你測試 就是用40度的環境去測試 或69度的環境去測試 它不會用你的很 所謂的很critical的 很嚴苛的方式去測試 我說這東西我要裝入熱 所以麻煩你幫我用最嚴苛的方式去測試 那邊能夠選的 裡面當然有到100多度 可是100多度 我東西本來只帶到120 你到140幾層能做的 所以用100度去測 那它測什麼呢 也是讓你自己選 你可以不選水 沒有問題 它也可以給你面子嘛 可是問題是 我用水 我用酒精 油 跟醋酸 100度 124小時 我也有去測試 那標準的測試裡面 它只可以測 gromal migration 就是所謂的試出嘛 對 那什麼重點數試出出 不會有啊 但是問題那時候 那幾年前的時候 或是一年一二年的時候 隨時的話 大家會很擔心嗎 它標準裡面 不需要測速化 而且我也加測速化 大家很怕雙串 對它 標準裡面不需要測速化 你批率不會有什麼 等等 所以我也加測 所以在這方面 我也用這個點點 多花一些錢去做個方便測試 然後可能 再來一個就是比較 比較 有時候我們測試的設計 設計的時候沒有想到 有時候有人想說 會不會卡污夠或幹嘛 我會說 我不會啊 因為我自己用的時候 我每次喝完咖啡的時候 會洗一洗 那天天說不會 我用眼鏡抓去 一定會卡在咖啡中 那我在想這個 為什麼 就是有時候每個人的食物行為 因為我都喝拿雞 那我喝拿雞 那我喝拿雞的時候 喝完之後去裡面 水沖沖流 萬一會卡污 可是有別人說 也是在咖啡中 噢也是咖啡就會卡 我之前沒有想到 後來我們就做了 它一去會卡 那卡就是怎麼把它洗掉 它發覺洗碗必洗 這樣子 小數檔幾乎可以洗掉 那有人說 有人就有人反應說 成天你沒有討得到一點 他說 口紅 我不用口紅 所以我沒想到 不然女生他有 出擦了口 喝的時候會卡 沒有 不好洗 後來我們在研究 發育一把鴨 所以可用性有時候 即使我們在事先想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疏漏 但是基本上它做它 吸用性它可以遮耐熱 沒有問題 然後當然我們也改變 改良 就剛剛我提到就是 我們之前沒有想到說 有些咖啡會到90度的那種 所以我們帶著你幾乎改良 可以增加它的可用性 非常好 這個寶貝有提 有時候 從設計的冷靜來講 我真的蠻非常主觀的想法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 這樣設計可以動在很多地方 其實你透過它自己這樣子去做 市場的回饋 或一些是客戶的使用 都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這就是說 你在這個程度裡 我真的是 一般他們聊 你不都是 跳進去之後才知道 很多都是中國想法的口 人家怎麼想都不會想到 我們這些事情 就很深刻的影響 好 看看各位還沒什麼想 再提出來的問題 我們來接時間 那我先請問一下 目前行產品到現在 弄得利潤的回航 大概是 我現在還沒有 那取得 就是順利還沒有兩名 那第一個 第二個是 整個銷售來講 到現在 在將近5萬多個的房子 再來一點就是說 一方面跟我們的代理商 因為我們代理商它本身 不是通路商 它是只有電 它對你說它是直接民主席 所以便沒有達到委員來 我原來想像是找個聯請 這樣的代理商 它底下有很多經銷商 它並沒有去開過的經銷商 它本身是比較偏文創的設計產品 代理很多人設計的產品 所以它在成品時 它是一個專櫃 通過它的專櫃在銷售 它並沒有跟我們開發的 都通過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然後在2014年 算是我們比較好的時候 那時候我20號是剛出來 加上有一些媒體曝光 我們沒有花錢去 但誰巧皮 都張曉涵 有蘋果新聞去訪問他 他的鞋料包包拿出來 居然剛好用我們的那個 那個整整杯 就那個小的那個 他來出口 然後你給人看到 就有人來買 可是過了一陣子就沒有 所以這也有 因為我們自己也沒有錢過錢求 所以這是一個 所以到現在 目前為止的話 去年因為比較少 有當不景氣的關係 我們也掉下來 今年會是比較新的 所以我們後來就決定說 既然國外還沒有找到代理商 那國內部分 我們可能自己要跳下來去打通路 因為原本是找代理商 我們打通路 我們現在自己都要跳下來打通路 所以現在還是很幸福的 對 你這樣講的兩個 一個是地區性 一個是性質 地區的話當然還是以國外為主 因為畢竟台灣的市場還是有限 那國外的話還是以環保國家 所以像本國那些歐洲人裡面去開發 或日本都要喜歡新奇的東西 那美國的話 環保觀念稍微差一點點 澳洲的環保觀念也不真的好 大部分都不用講 那回過頭來看就是性質方面的話 我們本來是走我們創作 因為我們參加IF 得到IF的獎金 得到日本的design 而且得到日本的design 而且得到日本的design 那一年的 2013年台灣只有三家 一個是華碩 華碩還有一家做那個 也是Mintnet form這種自行的 我們是唯一得到 就是Best 100裡面的 所謂生活類的團體 那日本那邊我們也想去 那問題是說 有這個得獎的 關放入不大 那回頭來講 你要王神堂的註證 我們當時得到這些獎 講說走文創類 所以台創文也有一個高文的行銷 但是那邊畢竟數量還是有限 文創類它還比較有設計 有圖觀感 不像有那個數量 那我們發覺就是說 因為我們上幾個問題 結果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討論到說 哪些人會有哪些問題 那我們現在發覺就是 戶外運動類 戶外的就是 比如說露營 能散這些 還有比如說在體育類 運動類的話 就是戶外物體這些方面 像剛剛你看到那一輛鐵 我在小孩的商學病 那個通知區 一個都沒有 這一點 橋面同軍他們在 全世界有四千萬同軍 兩千萬在亞洲 那那個 印尼現在 印尼好像已經有到 七百多萬多少的同軍 這裡面是他找到我們 台灣的中國同軍 找到我們 找到我們之後 他說能不能幫我們帶 回向全世界的同軍 他們現在正在跟我們合作 但是速度沒有壞 談的理由 這樣出了一些 但速度不整 今天是幼同軍的百年 他們準備應一些 做一些幼同軍百年紀念品的 所以戶外的 登山的 見醒的 因為背很重的背包 他對身上任何東西 中廟非常的在 水他一定會帶 可是到那個地方 他要喝咖啡 他如果還在帶一個 另外的咖啡 就會很麻煩 這是我們要打的地方 這裡漱口杯 等等都是我們 所以另一部分 我們現在在打 另外一個呢 是屬於那個 路透 路透 這個部分的話 我剛剛講的 馬拉松一場下來 半馬一個人 就會用到七八個杯子 那全馬的話是幾個 那一千人 五千人 一萬人 那很可怕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希望 找路保單位 跟他們談 就是說 你不要再 因為有些人在乎成績 在乎他們都不知道 拿獎金的 他沒辦法 走過去他如果停下來 裝水的話 就成績會損害 但是有些人是保虛會的 或者說 他既然不在乎成績 他反正要運動 那你不要為了運動 而去造成 破壞環境的這種行為 所以我一定帶給被 但真的有人他們很在乎 他們很好玩 我們真的看過 他拿一個那個長尾夾 夾一個齒杯 然後就這樣跑馬拉松 那很方便 那這東西你一般那樣 你都會 你會帶個手機袋 把那個 那個杯子 把那個手機放在手機袋裡 這個杯子 剛剛每方都放手機袋裡 過去裝個水 喝兩杯 稍微停個 休息個半分鐘 喝完水再繼續跑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在打的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在打的就是說 所謂的 NGO宗教團體 你說一般十七八五三 這些 這些他們本來就講 對 對 那只是說有那個門路 因為他們有時候也蠻 也蠻豐盛的 我們也在找這個門路 然後宗教台 不管是 佛教或者基督教 這些我們也在 我們也在嘗試 再想希望能夠起入進去 然後這樣能對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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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在想到什麼問題 今天又在一方 謝謝 不好意思說我們去小管 然後 其實之前 之前應該是有機會要見面 但我們都沒有遇到 還有工作室的 不得人 你 所以就之前有 我們就那個 社區的進駐單位 忘記之前是誰 誰去簽 我忘記了 把這個 先把他要 互相表現 因為我們就是 屬於那個 NGO宗教出來的 然後 我倒不曾經 你能夠做這個事情 不知道 那是誰 算不重要 反正就是之前 前陣子本來 有要 本來有要約 見面 要聊這件事 然後只是因為我們最近 有跟我們家忙 所以都 就品質問題 然後我比較想 好奇的是說 因為 我們工作室也是想要發展 就是 可以讓 資源更具利用 比較環保 這一塊 這一塊事情 然後 我們有想到一些 可能可以做一些賞品 那結局就是遇到說 其實市場 如果我們沒有到 國際間的話 我覺得那個市場 會 假設我要打 是像 任何杯子 比較好用 但我這個人 我可能他就是 自消費 他不是用 新的消費 他不是吃魚 因為要一直被購買 這個杯子 那 我不知道 除了打國際市場之外 有沒有什麼 別的方式 可以讓 這個市場 比較有趣 就是 你買這張可能 你不會 一輩子買好適合 可是 因為我們要推這個經驗 但是 有可能會 我們推個五年 十年 然後就 亂決定 其實這個就是 今天 你沒有來 早一點沒有來 我們請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這是兩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如果一個東西 它本身在想 所以我去推使用 它還是會總是 購買 原因是說 它還是有一定的收益 但是我們希望 在走到一個階段之後 我們總是 走兩件事情 一個是 杯子的部分 如果壞掉 你會喊新的杯子 其他東西 還可以保持 繼續使用 所以這個有去兼顧到 你說的部分 希望是資源浪費 第二個部分 你看到我們杯子 白了 我們上面 可以有套顏色 對不對 我們應該整個設計的時候 就會想 我說我上面其實可以印很多很豐富的事情 比如說你給我買一個杯子 我會持續出很多杯套 那你可以 後續給我買 第二個、第三個杯套 帶他買杯套 上面可能說 印了Blue Monday 信心要上班 然後就切Blue Monday 或者說像現在 我們那個 一些素食電影 裡面 紙杯上面有些對話 你知道嗎 這在六年前我就有想過 我都已經設計好了 你就很多種對話 就 Live you alone 或是 Live you alone 你這些都可以把它印上去 或者印新做什麼 那唯一杯子 你拿出去之後 你有後面附帶的產品 你就可以去購物 就會有持續性的購買 這是原本 這是可以做的 複加的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一個企業也好 企業本身就跟人一樣 是一個有基礎 會老化 會死亡 如果你那個持續 原本 新的 新型的 就像我說的 一個公司 不可能只靠一樣的東西 賣費 任何企業 他能夠成功 他就有一個東西 他真的是 達到市場的需求 所以你要跟他 買他賺錢起來 對不對 可是問題呢 可能別人會取代他 這個 這個 企業的競爭很限 所以你不斷 必須有不斷的創新 像我以前 我加入 92年 我在進到ID 那時候股價 大概只有27塊錢 美金 或27塊 那是比較普遍的錢 可是他不得不創新呢 他如果沒有創新 他怎麼起來 沒辦法持續 所以他比 恰恰在轉型 現在是Service Company 不是賣電 就是這樣 那我另外以前 我後來 我曾經在 Unisus 那個是 Grader China 所以 Unisus很可惜啊 他是 他公司合併 他希望 變成第二個 IBM 可是沒辦法 他沒有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他 我以前 我小學的時候 老師跟我講過 他說 我們去非洲 他們說 他們不曉得有日本 他們也有 我要去送你 額金灘災災災 如果他不能夠自己創新的話 所以 同樣一個論出來 我也不可能靠這輩子賣一輩子 我也比較想後面 想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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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後面